内观禅修是一种关于正念 以及无我的觉知 它是一种借由正念的洞见来消除自我的过程 这个是皮泼生 也就是内观 当然它需要禅定作为基础 修行者从完全掌控身心的自我下属 展开这个过程 其实身心不是自我掌控 自我只不过是一个错误的执着 身心有业力掌控 当然因为自我的作用会生起很多的烦恼 相关的烦恼会带起来 然后当正念观看自我的作用的时候 它穿透自我机制的根 使自我瓦解 这里说得很清楚 正念瓦解自我 昨天说了这个心态 我们昨天说了一个就是客观的心态 客观我们说举个例子就是 科学家观察自然界 观察动物世界 观察其他的生命 医生观察这个人体 观察病人的生理现象 都会比较客观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跟我无关的事情 那么它就很客观 如果你是个科学家 你那个时候观察对象是你的儿子 或是是你老婆 那你马上就不一样了 你那个心态就有情绪在里面了 你看到你的儿子如果摔跤了 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 你马上就扔下你的仪器 就跑过去了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客观地去观察 因为你认为那个是我的东西 我的儿子或者我的家人 如果那个被观察的对象是你自己 那个镜头是 正是别人把你拍下来以后 让你看 那你更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你看过自己的视频吗 你们哪个看过 就是别人拍完你的视频 然后放出来 然后你就去看 看自己的视频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状态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 你能不能客观呢 看自己的视频 别人拍你的视频 你马上就 情绪就开始激动了 是吧 你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就开始会出来了 如果你这个演员 你拍了一点 你在演戏了 然后你自己在下面看自己演戏 一会演得好的时候 你高兴 你就飘飘烂了 傲慢起来 骄傲起来 如果演得不好的地方 你觉得心里也不舒服 觉得很别扭 反正里面放出来的那些 你自己的那些镜头 你都会心都 马上就纠结起来 开始随着那个静撞了 凡夫就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客观 你要像科学家一样 完全客观地观察自我 观察这个五蕴 身心的变化 那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 还是要破除我之 你破了我之以后呢 你这个觉知呢 就不带着我之的 这个觉知 那么就带着一个平等心的觉知 这个觉知还在呀 没有我之的时候 觉知并不是消失了 这个觉知呢 没有我之 也没有情绪 不带情绪的 这样来观察你的身心 这边是你的心里面的各种变化 观察你的感受 观察你的受运响应 特别是观察这个行运 行运就是它要造业了 它要贪嗔痴生起来了 行运就是代表贪嗔痴的 那个受运和响应是 贪嗔痴的对象 在内观里面讲到感受 我们会对感受生起这个贪嗔 或者是排斥 那其实这个响应呢 也是贪嗔和嗔痴的对象 你们可以去观察 为什么把这个新说法里面 只把受运和响应单独列出来呢 它是有道理的 因为受运和响应呢 是我们贪嗔和嗔恨的对境 所以它把那么多新说里面 它只把受运和响应列出来 响应你看响应就是各种境界 这个境界呢 我们也会贪嗔它 或者嗔恨它 这个对境也会让你产生新的感受 你看到这个对境的时候呢 你身体里面会产生新的感受 可能当然了跟受运纳也有关系 因为看到这个响应生起来以后 又会有新的感受生起来 那身体里面也会有新的觉受 所以这两个新说呢 是残存的对境 那我们现在要学会 就是破我子 你只有破了我子以后 你的觉知 还有这个所谓的平等心 才能真正地生起来 你才能真正地客观地观察 你自己的五蕴 还有跟你有关系的人的五蕴 你的儿子 还有你的父母 你看我们凡夫看到自己的父母 你马上就有情绪伤起来了 你就有贪着心了 你心里就开始有祸害了 你没办法客观一下 平静下来了 是不是 比如说你的修行 有些时候也要绝情 不绝情你就不行 这个绝情呢 所以说世间能不接受 世间很多的儒家的人 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状态 于是完全无情的 世间的情要断 世间的情不断 你没法超越龙虎 但是我们又要慈悲 我们要培养这个慈悲心 这个他们又能接受 他们凡夫不知道你是慈悲 他认为你是爱他 他认为你是对他是有情职 对他很高兴 所以说他们又愿意接受 所谓大爱呢 就是跟他们的爱不一样 这个爱呢 是没有情的 就是 它是无条件的 不求回报的这种付出 所以说这个慈悲呢 它是要无我的 才是真正的叫慈悲 没有我的智慧呢 就是世间的情爱 因为有我 他的一句情 以我为中心的 你不破除我 你没办法跳出这个自我中心 你偶尔会找到那种无我的感觉 你会发现 那个感觉真好 无我的感觉 你就跳出自我中心了 你在观察 这个身心的无韵的运作 它的变化的时候 观察这个苦受 这不是我在受苦 你高兴坏了 以前都是觉得我在受苦 你很难受 现在你发现这个苦 不是我在受苦 这不是我的错 你要这样想 这是业力干的 不是我干的 你马上就不一样了 你心态就不一样 现在以后 你都可以推到业力身上去 以后你犯什么错 你都是不是我干的 业力干的 犯错了 你就这样想 你就不用难过了 难过的时候 你也想 这不是我在难受 这是业力在难受 它自己自作自受 不关我的事 就是你无我了以后 就是说 当然还有一个觉知在那里 保持觉知 保持平等的觉知性 不要掉到这个自我的圈套里面去 你就不会烦恼了 再也不会愁眉苦脸了 反正都是业力干的 只要我们现在跟业力做斗争 把业力消灭掉就可以了 业力它是原来就原来没有的 我自己也不是本来有的 本来就没有我的 那谁干的坏事 是无名干的 软牛推到无名身上就 不是无名 就是业力干的 反正都不关我的事 这个心是保持觉知的 是平等的 这个觉悟的心 那个时候呢 就独立出来了 觉悟的心呢 再也不怕烦恼了 也不怕无名了 是吧 其实破除我之也不是很难 那么呢 就是努力作业 你作业作业 慢慢地就会进入那种 相似的无我的状态 再作业作业 慢慢地就可能就 越来越接近那种 无我的状态 就是那些慢慢地 这个无我的感觉 就是找到了 有一天 你可能真的真到无我了 那就更好办了 所以从今以后 你们再也不用愁眉苦脸 反正就是所有的坏事 都是无名和业力干的 啊 我会在哪儿呢 再说 我会在哪儿呢 我会在哪儿呢 都在锦炼 那中心里 我会在哪儿呢 就像我们一样 我会在哪儿呢 你又会在哪儿呢 我会在哪儿呢